What's up YouTube 欢迎来到Cookie讲 又来到我们的不专业试驾 对 我很久没有拍这个了 罗子的耶 害我很兴奋耶 不专业试驾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辆车呢 是Cherry Omoda 5 为什么要拍这辆车呢 是因为 这辆车买给我妈妈的价 然后大概价了两三个月 有钱人 没有没有没有 来你猜这辆车多少钱 因为它刚刚已经 觉得很漂亮了 我觉得它里面很CP CP值很高 诶 其实对 我觉得应该120 110B 诶 真的啊 对对对 哇厉害 它有两个价格 108跟110B 它是1.5 就是1500cc 然后马力 没有记错马力是156 不过马力不知道 等下你价就知道 我觉得蛮好价的 重吗 我好奇 很轻 这样不是 可是它不会那个 没有Turbo那种很 1.5D 一定是Turbo的 是吗 这样还会有那个BzzBzz的声音 它是CVT的变速箱 CVT就是没有档的 一个大一个小 然后这样子拉拉拉 哦 就是说你不会感觉到它在换车 感觉不到 我一个问题先 为什么你要买白色 哦妈妈要白色 不是我要白色 你本身喜欢什么颜色 不懂 我无所谓了 我对车没有感觉 白色漂亮啊 我只喜欢粉红色 你不要上班啦 这辆车我们大概驾了两个多月 十二月底 这样久了 嗯 然后 应该是又却没有什么车主的试驾影片 想说今天就拍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还蛮少看到这辆车的 OK我想问这个是不是中国车啊 啊是啊Cherry是中国车 祖国的车子 它的钥匙在这里啊 嗯哼 你们看啊 我们拿一个走 它自动关闷的 没有啊 正常啊 关门了 有很多车是这样的啊 是吗 开嘞 走过去 哦开门的我倒是没有看过 哦是不是很厉害 关门 哦 OK咯 我觉得这点对Auntie来讲 哦今天这辆车是我妈妈的车 嗯 所以它里面有点肮脏 Auntie的车咧 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 那时候我试了Cherry的两款车 嗯 一款是Tigol Tig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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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另外一辆车就是这辆Omoda 5 后来我就觉得Omoda 5 比较适合我妈妈 因为麻婆市区比较小 你不需要马力这样 另外一辆是比较矮 哦比较高一点点 哇后面美耶 后面美哦 美耶我刚才没有看到耶 这辆车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是我没有看过其他车有的 我们平时要开后车箱要怎样开 呃 用Remote Control 或者来按哦 或者有些是脚下面踢的啊 Sensor 它只要靠近这里 不是可以开吗 不专业 不专业 不是可以开吗 没有开啊 还是要Setting的啊 这个我就不懂了啊 哈哈哈 我们走靠近它的尾箱盖哦 我们只需要站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双闪灯闪一闪哦 它就会自动把尾箱盖打开 它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对不对 嗯哼 你再拉上来 哦 诶 一百千的车给Sparteria不容易耶 诶真的啊 很少车现在给Sparteria了啊 没 很好 诶那很深耶 因为它是高的关系是不是 是 它每一辆都有什么 而且你可以拉起来 嗯哼 还是可以放一点东西的啊 对它两层 很死啊 Auntie的车都是这样子 还可以 就这样子咯 哦 OK 我觉得它蛮大的 我觉得它蛮大 至少可以放大的行李 你上去看看 不要 我觉得蛮大的的 我要上去啊 去啊 OK耶 我没有 就这样 OK我觉得蛮大的 OK嘛 因为我最近蛮大的 你是讲哪里大 真的 好 因为 因为我最近驾到一辆车 另外一个牌子的 我只可以放一个小的行李 连大行李都放不下 什么牌子 一个像动物的牌子 请上车 怎么会有一个三杂片 Auntie的车 要讲几次 呃 诶 诶 空间是不是不差 蛮有空间哦 哦 但是椅子很硬 哦 我没有坐过后面呢 你试看的 它椅子很硬 它是全皮啊 嗯 不过我发现一个缺点 对 它门好像开的 不是很大 不过很大 啊 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后面有Aircon 诶我刚刚就是要讲 然后它还有灯 我刚才讲 后面有灯啊 诶 上面还有灯 哇 然后这个还没有撕掉 我Auntie啊 我妈妈真的是 死掉死掉死掉 对不起Auntie帮你开张 这个有Aircon真的是加分 还不错 然后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 诶还有原池笔头 哦 诶那还蛮好的 诶你头发 我也要 你要背它 你要玩几次 你要背它 你要玩几次 其实蛮小的啦 坐三个人可是有一点挤 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椅子 怎样子 因为我最近也是坐很多不同的车 就是它是平的 至少它很窄 但是它不会突出来 哦对哦 三个人坐比较舒服 Alex Sui现在换SUV的车了哦 不是 是因为我的车位 哈哈哈 好坐嘛 OK 硬硬啦 硬硬 可以打鞋的吧 可是它认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注意看我认识很多插插插插插. 为什么呢 你怎么这么插插 为什么 嗯 因为它后面没有绑安全带会响 哦 很吵耶 很吵 真的很吵 那它这个是forbaby的 啊 对 baby sit 哦 OK 蛤 这样不是很麻烦咯 很麻烦啊 可是如果前面脚长的人我觉得会蛮窄的 但是这种车就是销量不可以 不不不 我前面已经弄到很宽了 你去前面坐一下 而且这边有喇叭的咧 哦有喇叭 是Sony的嘛 还Sony咧 有喇叭都不出了咯 Chiwi有Sony的咩 哦 它前面很大 你坐上去一下 我刚 我的驾车的角度 ok 前面已经开到很很宽很宽了 我觉得 刚才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 就是Musty啊 很美啊 我很喜欢它中间这个放水的 你看 那个这样大只的矿泉水刚才好 但是我不喜欢它这个洞 最近很多中国车都喜欢这个洞 为什么啊 它主要是什么 放东西啊 空间感 可是我觉得它下面就浪费了一些空间 没有 我这个可以直接放电话 Justine 你看你的电话 哦 无线电 Start车 你的脚还是这样长咩 你长高咯 我到现在也会长高也是好事啊 哇 漂亮耶 我想问它都是走电子的是吗 什么电子 就是来走电子 它Dash Screen啊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介绍不过算了啦 可是我想介绍这个耶 电窗啊 它是可以开完还是什么 试一下 这样 哦 真的可以开完耶 开关啊 开关 哈哈哈 它车这样短没有可能开完 诶 OK咯 不过有天窗你还要怎样哦 我觉得蛮特别的 嗯 百多千的车这样的 诶 可是它蛮矮的 你躺下去就不会了啊 可是搞 因为我们两个都一样 你比我还矮啊 你是在梦 你睡醒了吗 我想 哦 它有灯了耶 有灯啊 我那天有架一个很好的车打开 还没有灯耶 有灯我觉得很好的 哦呦 上面有灯耶 你知道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吗 对对 诶 都有耶 OK 诶 打开就有灯了耶 诶 OK OK 不错 这个是什么 这个 哦 这个是它的那个监控 哦 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这个啊 你按下 这里 360度 哇 超轻 超轻啊 嗯 哇 很轻耶 很轻耶 真的很轻耶 嗯 很明显 我不会 上面三滴它 哇 准吗 准 呃 蛮准的 等下驾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有没有研究过这辆车多少个USB头 我刚才到现在已经看很多个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呗 呃 这里真的有一个耶 刚才后面有一个对不对 啊 然后是前面两个 然后你这边还有一个 12V的那个点燃器 然后车后盖也是有一个12V的点燃器 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耶 嗯 我觉得很方便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长了 我们直接试驾了 Let's go 拜拜 我自己走啊 拜拜 走 看啊我们这个钥匙就可以放这里 放这里没什么 这里现在就充电了 嗯 然后很多人开车啊 嗯 他就是很喜欢看电话 可是你这样子就看到电话在哪里 我看不到的 嗯 我知道 你看前面而已 你是赛车手 因为我是privacy 哦 OK OK 你看啊这个 这个啊 它是可以换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Streamer 然后我们现在按Classic 它这里就换了 这样 OK 很高级耶 是100千OK啊 这个真的是Sony的 你看 Sony 它是Sony的啦 822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 嗯哼 这很像那个VNW 然后它的Black是这个 嗯 这个是什么 哦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Home 这个咧 这就你刚看的360 哦直接这样按 嗯 嗯 哇超高清 是不是 超高清 很准耶 没有 因为它超 它是超级高清 我很想看它推后置 真的耶 我可以绕一圈吗 可以 你想要怎样都可以 哇 为什么它上面也有一个的咧 呃 就360度啦 它camera在哪里 在车的旁边 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很轻耶 跟我们之前拍很多 这个我觉得算很轻 我们之前拍的都是两三百千的车 这个是一百千 还是新车 超好 就是退后吗 退后 我很清楚 准不准 冲哪去有声音 冲哪去一定有声音 ok 这个前面你跟车的时候啊 嗯 还是会显示的 我觉得它的这个简单容易了解 按低价的车 简单容易了解 嗯 然后它这个电子手刹咧 你就直接按 哦 直接按的哦 对 然后你要走 往下拉 诶不是要按这个的咩 不用按啊 它我刚才用了 这个真的很小 就是我现在看后面的空间只有这么小 哦 对 然后它的后面的镜子玻璃也是比较小 可能它因为太过斜 嗯 我的视频超小 要美就是这样子啊 哇 超小 外形美你就是这样子了 嗯 它可能太斜 来我们的Araxway Go 我试看了 打新的就好了 哇 哇 是蛮顺的 我觉得蛮顺的 这些警察耶 哈哈 前面直接无语 再慢一点 前面真的是警察 嗯 而且蛮顺的 但是如果说 如果你说要骑油快 当然不可以expect它骑油很快 对对对 嗯 但是还是可以超越一些人MaiV啊 MaiV不要那么 MaiV很可怜耶 MaiV永远在不专业私架里面 其实是主角 把他打很多功课 你自己驾你感觉怎样 喜欢啊 就在麻婆驾很舒服啊 那如果跟你的那个Mini比起来 但是Mini好驾多哦 真的吗 当然 可是我还蛮surprise它不会掉 哇你转了两圈了耶 好转吗 好转 因为很好转真的 很好驾 它Stairling很轻 但是我觉得要握很紧 如果你真的驾快的时候 反而Stairling轻是我不喜欢的 对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又踩油就这样有一点危险 看它调icon啊 是电子的 什么 我还是喜欢实体的 你记得吗 我拍BM跟Mercy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喜欢实体 嗯 因为这种触碰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怪 还是你觉得如果你要按的话 你要很专心的在看着它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你打算买这辆车 怎么这么多选择 你这个问题问到好 我们等一下下车大家讲 因为这个东西是挡住的 OK Let's go 嗯 改委有问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样多选择 为什么你要买这辆车 呃我四了几辆 嗯 从有一辆Mitsubishi的X70 X50 然后还有Taigon 我四了几辆啦 我发现这辆是最适合的 都是差不多一样价格的车 啊没有其他都比它贵 OK 然后可是这辆车是 架到舒服又是价钱最便宜 嗯 然后X50我就觉得 太小了 太小太小 这辆我觉得蛮大的 蛮OK的我喜欢 我喜欢 你驾了有什么感觉 以一个Auntie来讲 哎 我觉得我打中心里我是喜欢 是 呃因为它不用去适应这样子开这辆车 啊对 那时候有想过Mazda Mazda也是不好 Mazda太小吧 嗯 Mazda你大辆的 也不行啊 嗯 然后Honda的HRV 要160 170千 这样贵啊 这样110千 差三分之一 我觉得很值得啦 很值得 我喜欢它的CAMERA 希望它采油 嗯 然后外星也好看 外星才好看 然后又稳 然后可是有一个缺点 现在卖到断货 要等一两个月 蛤 所以你是订了然后才买的啊 没有 12月底买的时候也等了 差不多 将近两三个礼拜 哦那蛮久的 嗯 我知道唯一一个改 我可以讲它缺点吗 来 就是改我觉得有一点点小死角 啊 嗯 左边啦 右边没有 我改是对 我驾车的时候啦 我觉得需要适应啦 可是SUV通常都有死角 望后镜太小啦 望后镜太小 望后镜可以夹的啦 但是你后面的镜子很矮很小啦 不过OK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转过程来看 嗯 漂亮吗 漂亮啊 我觉得这个角度太漂亮啊 对 如果它这样没有斜下去 是不是不好看 对对对我知道 然后当你斜下去之后 它自然空间就小了 你比较长型的SUV 哦它长 它长 嗯 这个在马来西亚吉他州组装的 Malaysia CKD 为什么 可是它製造厂不是马来西亚吧 啊中国的 啊OK 有一半以上的零件要在马来西亚 所以它才这么便宜 它才CKD 对对对 它贵地有HONDA也是啊 HRVS和马六甲组装的 哦 这不知道是不知道 我们虽然是不专业私价 可是它偶尔的 有研究 对对对 最后一个我想问 为什么它们后面是230T 那是牛顿米 牛顿米有点要解释跟你讲有点复杂 OK 所以大家还是懂吗 一般人都不懂 啊真的啊 马力跟排气量跟牛顿米 牛顿米是最难懂的 它就是转 好啦 那为什么还要放230T 放牛顿米 人家不懂的东西 这样比较特别 哈哈 Bopo也是这样子 Bopo 应该是帅吧 特别啦 230T比165T Anyway我喜欢白色 白色好看 而且配红色 嗯 为什么还配红色 原本就是 你打掉要问它 啊真的啊 它原本就是这样 原本原本 它根本就是 为女孩子定做的 Auntie 你的头 你Auntie 好那今天影片到最为止 你喜欢这个影片到最为止 简单订阅打开小铃 Facebook看到的发布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发布 Goych